这个女人十分喜欢收集老爷车 然而这个喜好却差点害她丢掉性命 这天,她在网上看中了一辆低价老爷车 卖家要价非常便宜 经过一番交流后 对方邀请她出来试车 女人不顾大雨,欣然赴约 对方是个十分绅士的男人 他们交谈甚欢 试驾结束后 男人主动提出送她回家 女人欣然同意 然而开着开着 女人发现这不是回家的路 她要求男人马上停车 可司机却不理会 她这才意识到不对 可转眼一看 门锁已经被拔掉了 车子扬长而去 等女人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被关在了一个铁笼子里 双眼被蒙住 脖子也被铁链锁住 她内心十分慌张 大声地呼喊着 这时,男人走了过来 一把拉过她的手 然后,剪掉了她的指甲 很快,警方就收到了 女孩失踪的报案 分析发现 这不是一起单纯的失踪 而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因为在这女孩之前 已经有三个女人离奇失踪了 并且每个人从被绑架 到被发现尸体 前后不会超过七天 此外 开头被绑架女孩的电脑 被病毒入侵了 硬盘全被清空 屏幕上只留下一行 极具挑衅的字 在我杀更多人之前抓住我 我控制不住自己 看到这里 众人基本确定 四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可截止到现在 距离七天只有36小时了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破案 吉叔和摩根来到上一个受害者遇害的地方 这是一个脏乱不堪的烂尾楼 死者脖子上套着一根腰带 遇害前还曾被强奸 但没有器官进入的痕迹 凶手抛尸前还给他穿上了衣服 摩根十分疑惑 为什么凶手在奸杀后 还会给受害者穿好衣服 吉叔说按照心理学来说 这很可能是他那些懊悔的表现 可这么随意的抛尸 和懊悔丝毫没有关系啊 另一边 瑞德和霍格来到被绑女孩家中 瑞德在柜子上发现一本汽车杂志 主要介绍了一款名为尔巴的汽车 女孩哥哥告诉两人 女孩失踪前的确想买一辆尔巴 瑞德瞬间明白了 凶手是通过低价二手车套路 骗女孩去试车 随后将其绑架 折磨七天后再杀掉抛尸 现在离七天只有不到12小时的时间了 综合现有线索 警方发布了凶手的测写 第一 凶手是一个20多岁的尔巴车主 因为如此明目张胆的抛尸 说明对方有着年轻人特有的自大 第二 每个受害人都被修理了指甲 说明凶手想让受害人进行反抗 第三 此人性格暴躁 可能有轻微犯罪前科 可做事却有条不紊 可能是精神错乱导致 第四 凶手对受害者进行了擦边求是的强奸 说明他是性无能 第五 有条例的杀手通常对执法很是迷恋 所以他可能已经作为证人参与到了调查中 以此了解调查进度 所以 凶手和警方可能已经见过面了 最后 他们筛选并锁定了一个人普朗特 由于他家有老人孩子 所以埃尔甲办邻居寻求帮助 将普朗特骗出来实施抓捕 经过一番搜寻后 众人并没有在他家发现被绑女孩的踪迹 除了有一辆吉普车 普朗特和嫌犯没有一点联系 摩根这边 由于警员输错了几次密码 现在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一旦再次输错 电脑硬盘将会被清空 老吉在检查普朗特房间时 发现了一本自己曾经写的书 于是 他对普朗特进行了审问 没想到普朗特还不断地调侃老吉 甚至反手戳了老吉的软肋 但是严多必失 他还是说漏嘴了 意外透露了被绑架的女孩还没有死 得知这一线索后 老吉找到霍格汇报情况 霍格一句话点醒了他 他认为应该还有一个帮凶才对 普朗特虽然聪明 但从他房间的布局来看 他的思维方式和小孩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 另外一个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从普朗特外婆那儿他们得知 普朗特有一个育友叫白灯 每个条件都符合凶手的侧减 于是 他们来到监狱调查情况 那个白灯已经死了 但他们也并非一无所获 他们发现有个叫大贤的狱警 曾经经经常保护普朗特 同时 这个大贤也符合凶手特征 于是 他们就在监狱外面守株待兔 打算偷偷跟着大贤找到被绑架的女孩 没一会儿 一辆耳巴就从里面开了出来 可他们追上去后发现 根本不是大贤 而是他的同事 他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同时说 今晚大贤借了自己的卡车 所以自己只能开他的耳巴 埃尔立马意识到 大贤是要用卡车抛逝 于此同时 瑞德和摩根总算是找到了 普朗特笔记本的密码 并在电脑上看到了受害人的监控画面 根据每个画面的不同特征以及摇晃程度 瑞德猜测 受害者应该是被关在了某个码头 霍格得知消息 立马再一次审讯普朗特 他告诉普朗特 大贤已经把所有的责任 推到了你的头上 包括你出主意 让他把女孩关在船上 听到这儿 普朗特开始慌了 终于说出了女孩被囚禁的地址 一直在路上的老吉和埃尔率先到达 为了避免女孩有危险 老吉没有等待支援的到来 而是单枪匹马冲了进去 正好撞上大贤在折磨女孩 为了转移大贤的注意力 老吉利用大贤性无能 这个难以启齿的弱点 开始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嘲讽 没想到这直接激怒了他 他将女人甩到一旁 朝着老吉就是一枪 与此同时 埃尔也开枪击毙了他 最后 女孩成功获救 老吉也只是手臂中了枪 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女孩子一定不要轻易上陌生人的车 一旦上错车 可能就不是坐在宝马里哭那么简单了 甚至可能会向上一级那样 直接被做成香水